Polygon在Bird Mountain 整個山頭 Parkington Creek 也是屬於Coculum的Bird Mountain 它的Fall Plant 為什麼這麼吸引呢? 因為它所有Fall Plant 都是Cyber Side Garage 還有一個去到2600呎的單位 它也有一個很美的Clubhouse 我進來不覺得自己 是進到一間House 是大過一間小屋子 你看這個梳化多大 Polygon多貴 它是比平時多出一倍的櫃 這個雪櫃 抹死人了 這間就主人房了 神經病 打關斗 我不懂 這個很大 大到上點這個位 它這次跟以往的Polygon的大 大Town House不同 因為它多了一個Flex Area 這個設計就把它做了一個走褲 是說一個二千多呎全新的Town House 所以也不難怪這麼多人涌過來了 大家好 我是溫哥人地產經紀Joey 我是Maggie 我們又回到Bird Mountain 以為沉寂了一陣子 沒什麼新盤開了 現在又有一個很熱鬧的今天 是Polygon現在新開盤的Partington Creek 在Bird Mountain Bird Mountain是Victoria Drive 以南的地方 我們稍後會進去看看 這是一個比較大型的Project 有148個單位 前面就是我們以前也有介紹過的Victoria 即是模式來建的 這是一個比較新的發展區 即是這條街 Polygon在Bird Mountain 真的霸佔了整個山頭 好多很多Project 都是他們分不同的年份 現在這個是最新 我看到價錢 很多細節的東西 都是非常激烈的 我們快點進去看看 Partington Creek 都是屬於Coculum的Bird Mountain 它是剛才說過的 在Victoria Drive的以南 對面會有Future Elementary School 和Future Freedom Park 暫時就是Cocul Salish的Elementary School 和Terry Fox的Secondary 將來都會建多間中學 大家有看過我們以往拍的 很多關於Bird Mountain的影片 都知道了 Bird Mountain這個山頭 除了已經有很多住宅的項目 進來 將來它整個Village Area 都有很大的改建 除了剛剛提及的學校之外 你看到它們中間寫著Bird Mountain Village 將來就會很像歐蛇 都覺得像Whistler 有餐廳 有可以買菜 吃飯 所以到時候這個山頭 是非常熱鬧的 環境也是非常好 有很多公園 很多trails 在附近 整個Project有148個單位 它很快就會開賣這些有顏色部分 但是聽Sales說 我想它一個weekend應該會賣完 這次Fall Plan非常之多 它有10個Fall Plan左右 它的Fall Plan為什麼這麼吸引呢 是因為它所有Fall Plan都是 side by side garage 還有它有一個去到2600呎的單位 整間屋這麼大 不同需要的客人都可以享受 就是有三房、大四房、兩層的三房 那些都有 什麼類型的都有 一會兒可以介紹一下 這個是Victoria Drive 這邊是向北的 你看到它沿著山 所以它有些東西向、南北向的單位都有 中間這裡就是今年2024年Summer就會成交 一會兒我們可以去Display 想要早些成交的朋友 這個first release都非常適合你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 它是有Heat Pump有冷氣的單位 那就是 它最大賣點就是這件事 因為很多project在Bird Mountain 是沒有冷氣的 這個很厲害 另外它也有一個很漂亮的Clubhouse 所以它說 Polygon這次的價錢是非常具競爭力 Stratafee也很具競爭力 差不多是一號七指 但是其他project都是給Stratafee的時候 他說我們比Clubhouse還多 還買又賣又泳池 同樣的Stratafee 你享用的東西是比其他項目多的 Polygon出名也是Clubhouse 一定有泳池 成交呢 就剛剛說 今年夏天年中 去到什麼時候 不知道 因為現在一直都還在興建又賣 所以可能都會拉長 不知道可能一年一年半 可能一年一年半 看看每個blog 可能差幾個月幾個月 以往的作風 對 對 大致上有七種不同類型的Fall Plans 其實很相似 他說大約有十個Fall Plans Variation有時是因為corner位 有時是中間位 我們首先介紹這個A Plans 全部都是正正方方的 雙車房 雙車房 全部都是雙車房 這個就是main floor 樓上有三房 有一個master bedroom套房 外面有兩個房 這個大約是1500呎的單位 A和B B就是corner A就是中間位 我講一下最大的單位 剛剛提及過 就是Plan G有2600多呎 這個單位很特別 因為Bird Mountain有很多人是住的 所以很適合monster house 四、五千呎 對 很適合down size的人 都很適合growing family 因為現在Bird Mountain山頭買的房屋 都要200多萬 所以如果budget沒有那麼高 還是不需要那麼大空間 時這個townhouse也是非常好 看到有整個四間房 大家留意一下最頂層的三間房 這個也很少有 獨立屋都未必有 就是三個都是套房 樓下還有一個Red Room 再加一個Flex給你 還有這麼大的Storage Place 我覺得這個4Panel 我看見都留下了 Townhouse來說 你不會找到再大一點 是很難的 是終極之Townhouse之王 很久沒見過這樣的Texel 我見到很多三十多年的大Towns 都是Portle說起的 大致上 這個我覺得 如果你的Downsizer 四千多尺去千五尺真的搞不定 我覺得真的會小一點 如果你一下子去到這個Size 但這個就是Downsizer 應該會最喜歡的 還有這個是價位百五六萬左右 所以你買了一間屋 二百零三百萬 你還有可以一百萬Cash 買完之後 這次Partington Creek 總共有兩個Color Scheme 你看到都是偏向比較淺色系列 其實看上去差不多 對 現在流行的 一個叫Stream 一個叫Pebble 我覺得主要都是地板 這個淺色這個深色 還有就是櫥櫃 這個是深色一點 這個是Countertop深色 這個是白色 看看你們喜歡什麼顏色 我真的喜歡這些地板 我現在用 Polygon的深色地板 真的很好清潔 頭髮也看不到 是啊 那我們看一下Display 應該會有這些顏色給我們看 去看看看看 先看看 剛剛當時的Sales有介紹 Telis的Montering Home System 三年免費 也不錯 也不錯 多寬空 他說好像有鏡頭 這裏很大 進來的飯廳 這是什麼? 六人圓形台 六至八人是絕對沒問題 中餐可以轉盤的 我進來不覺得自己一間房屋 是進去一間房屋 是大過一間小屋子 你看梳化多大 你就知道房屋是多麼闊 這個真的很棒 回不了頭 真的慘了 有點像之前他們的Squamish 去看他們的Townhouse 好像Squamish搬回來了 一樣那麼大 Bird Mountain都有 很舒服 因為這個corner unit 所以你看到多一些窗 光線很光猛 還有這個fireplace 九尺樓底 這個是light color scheme 你看到旁邊這些 就是Display的item 這些不會包的 但你可以照著吃 但Fryplace應該有 我說平時Polygon多櫃 它是比平時多出一倍的櫃 對 這個雪櫃 抹死人了 French door 這個牌子雪櫃是挺輕輕的 我現在自己也是這個牌子 暫時都來六年都還沒壞 六個五個格 好深的櫃 誇張 住得這個size的屋 相信你都是四五個人一起住 你的東西當然多了 所以真的要這麼多櫃才夠用 都是用KitchenAid的 它好像暫時 那些電器都是用那些牌子 它就沒有用一些 升級貴一點的電器 這裡旁邊就有一個 Double Sync 真的好櫃 很多space 這個應該是洗碗機 來到這裡 又是KitchenAid的 廚房側跟這裡 就看Fall plan 這個Fall plan 這個位置 側跟這裡就多一個Balcony 那飯廳這裡側跟呢 我們看到有個小小的衣帽間 那當然呢 你車房就會在這個位置進來 是一個side by side的garage 那進來呢 就立刻有一個powder room 即是買完送 立刻趕去洗手間 不用沖去樓上 也不想沖了 立刻 設計得很好 立刻旁邊有一個 立刻掛著衣服 那我們現在上樓上 它這個就是地毯來的 它地板只是main floor 上來三個全部是套房 所以它沒有洗手間 一進來右手邊 一進來右手邊 有一個非常大的side by side 那個launch room 整間房都這麼大的 它連launch room都這麼多櫃 其實買什麼的呢 這麼多櫃 我都不知道 三個毛巾 床單 因為你2600多斜 你會不會忘記 大family的 一定很多東西放 我沒有什麼東西 所以我不知道可以放什麼 我們猜一下 那間才是主人房 全部都是套房 進來這間看看 這間不是 這間應該不是的 這個應該是queen 但也可以擺到king 這個就是有牆 然後也是corset 它不是很深的 它是牆 比較沒有那麼好用 我覺得這一種 因為你如果中間放了衣服 你要進去拿東西 是 傳統一點的設計 現在舊一點的townhouse 都會看到這些設計 所以沒有什麼特別 我先看洗手間 套房來說 它的洗手間都不小 都挺大的 平時這個尺寸 我們看到一般townhouse 是兩間房 去共用一個 你現在一個人自己 可以用這麼大的套廁 我覺得尺寸不錯 第二間房 如果我選擇 我選擇這間房 更大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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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小朋友 需要在房間做功課 可以有一個 預留的空位 可以給你做書桌 我覺得挺好的 這裡很大 可以放兩個cat tree 可以放貓的一格格 給它飛 就是給你的貓做一間房 不是我的房 給它飛 那這裡是洗手間 這個是standing shower 有en suite 都不要說它是小的 不要罵它 其實真的小 是standard的 ok的 這間是主人房 我瘋了 我瘋了 我先戴關斗 我不懂 我也不懂 這個很大 大到想怎樣 可以放按摩椅 梳化 我真的不知道放什麼 ok 放一張床都可以 這個king size六尺床 其實它可以多放一張六尺床 都可以 就是 可以放按摩椅 不是 那些外國人很喜歡 多放一個床 用來做什麼 穿鞋 穿鞋 因為他們在房間穿鞋 沒錯 沒錯 這個就是真正的walk-in closet 真正的 這些不包的 它寫明是display 不要緊 到時候你們自己可以 找師傅來改裝 做到和這個一模一樣 但起碼預留了空間 給你先 看完 最棒是洗手間 Polygon 很開心 Polygon的標準 就是主人房 什麼都要有齊 就是double sink double sink bath tub 再做一個shower 暫時這件事 他們都是挺堅持 沒有sacrifice 如果是一些比較大的townhouse 他們暫時都是堅持要這兩個 我覺得 都挺重要的 不要說你用不用另一個星床 我覺得感覺 那個grant的感覺 是先出來了 你能夠給這個價錢 它就是要給你這些東西 他說2600呎 我想去完這裏 真的很誇張 這個就是家庭影院電視廳 或者你有朋友來 我會直接整個下面 你來自己住 這裡是做一個bar 哇 正 這裏 它這次和以往的Polygon 正 大towns不同 因為它多了一個flex area 這個design 就把它做了一個走褲的地方 這個走 停一停 一定要看一下這個 很厲害 Fartington Creek的Pinot Noir 可以買的嗎 我沒有聽過 我想說 到時候的shirroom 會開買幾個空 我喜歡這裏 我喜歡這裏 因為它會連同些finishing賣 那我就會連同這個 也是啦 我覺得這個設計挺有趣 很漂亮 什麼有趣 簡直實用 真的 這個就是 我去過furnace的位 就好像叫做utility room 其實看積是很小的地方 我一進來都挺大的 第四間房就在這裡 還有一間房 我覺得這個設計 這次不是婆婆房 設計師的設計 就是 爸爸在work from home 很大壓力 然後就去喝酒 然後就躲在那裡 然後再看 爸爸就不用上樓 全部這個floor都是他們的 這次shirroom做得非常成功 完全帶出整個不同的lifestyle出來 改變了以前這個會做成一個睡房 但這次因為很多人work from home 或者看到他放了一些運動的器材 現在很多人都會想留在家 很少外出 雖然看了一間大 怎樣都要看一間小一點 三房 1500多呎 而且他也是有sabasai garage 這樣很划算 我們剛剛提及到 所有車房都會有EV OLED的rought in 已經和你做好了 那樓梯上來呢 就會看到一個powder room 進來的tank非常大 不要以為1500呎 給不到一些東西 我覺得完全不像1500呎的tank 但一樣很闊落 也是一樣可以坐到六至八個人 這個plan 這個單位 就有一個walkout的balcony 也挺舒服的 如果有朋友來 直接在這裏開 有個花園 整班朋友在這裏 雖然這裏不是大 但在townhouse 通常沒有 或者很少花園 這裏已經是很大的了 還有這裏就是 這裏有一個dang的位置 他現在做了小朋友的play area 這個位置很可愛 但是一個open den的concept 廚房這裡 是一個很大的kitchen island 所以如果不喜歡擺darning table 同樣在這個island 每個人都可以坐到四至五個人 但他少一點貴 但我覺得是ok的 這個三房的tank house 跟一般有點不同 通常都是一個很窄的冷行 這個你會覺得不太窄 因為他做了這個小小的圓關位 可能有些客人未必太喜歡 覺得好像浪費位 我覺得看你怎樣看 你會放什麼 我可能會放些櫃 放些毛巾 書櫃都ok的 我會覺得這樣不錯 因為起碼不是房狀房 你看到這間房間 當然跟剛剛四房是小一點的 當然這些三房千五呎 都是給小一點的家庭 或者是downsizer 我覺得都是夠用的 起碼你都可以放到一個 queen size bag 這個很有趣 它是mermaid theme under the sea 這個theme是給一個小朋友 有一個衣櫃 雖然不是 walk in 但其實都做得挺深的 你看到是 我是整個人可以walk in 這個就是第二間房 比較小一點 但我想它都放到 queen size 床都ok的 可能大一點 好可愛 好可愛 波子 好可愛 讓小朋友來到這個display home 不肯走 略地要買 要媽咪爹爹買 就是這個策略 就是這個策略 這個master bedroom 都不小 我們剛才的位置可能闊得步 但這個應該放到按摩椅都ok 那你始終剛剛那個2600多尺 這個1500尺 雖然你尺數是相對小一點 但是你看到它們的分布 都是很均勻 那個廳不會特別小 主人房也不會特別小 是它兩間房是小一點的 我覺得唯一是樓下的rack room 就是樓下最底層的位置的difference 還有它的房間有一點不一樣 其他我覺得都是差不多 對一般1500尺的town house來說 我覺得它的設計也是做得不錯的 價位大約是30多 很激烈 很激烈 而且始終它是整個方形的 你住在它是舒服點 不是很窄的那些 我們先看這個project Partington Creek在Polygon起的 148個town house單位 它成家的期間是今年2024年 到一兩年後不等 看看你哪一個phase 它所有單位都是side by side garage 雙車房 還有它是會有冷氣 EV Charging 已經是做好給你的 有個Tap Sol Level 2的EV Charging 是不用錢的 還有送三年的Telus Smart Home Package 很激烈 對 Fall Plan有大約10個Fall Plan 由三房到四房不等 由1500尺到2600尺 最大的單位 而Deposit Structure 就非常簡單 就是seal offer 2萬元 之後7天冷靜期限 大概10萬元到達成交 所以可能成交的期間比較短 所以它就不需要我們 10萬元到達成交 那也不錯 成交的時候就是 給美數90% 再加 total amount 5%GST 還有轉讓水量的% Polygon的project 以往都是非常受歡迎的 Bird Mountain每一次都是seal out project 那這次 Partington Creek都是萬眾期待 都沒開 rein 这些感觉都是车轮转 为什么这次Bird Mountain的这个项目会这么热? 它Launch的timing当然非常好 现在这时Bird Mountain的山头 除了Mosaic的Riley Park在做之外 Townline的Townhouse 但它是Stack的Townhome 就是这个Polygon 为什么它这么受欢迎? 除了timing和发展商之外 当然它的Product自己也是非常具竞争力 它的价格是非常激烈的 它给的Town House的Floor Plan 是迎合了很多不同的Family 小的Family 不同的Budget 去到很大的Family 大尺数2600多尺 都可以迎合到 因为Bird Mountain其实是一个很多退休人士 很多Young Family 会搬进来的一个地区 另外就是这个Bird Mountain 整个山头将来有一个大规划的发展 包括学校已经有新的小学 小学已经建好了 接下来还有其他学校会续续建 所以这个点在Coculum是非常非常 popular 我们自己也有很多买家 都很喜欢搬进Coculum这个山头 还有三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卖点 看似以为很小的卖点 但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就是刚才Maggie常提及 Sava,Sar Garage,有冷气和Clubhouse 这三样东西还要合在一起 我想是更加令这个project stand out 是的 还有现在年头 看到很多地方很多地区都在做Multiple Offer 我看到很多买家都是这个时候开始出动 开始去看townhouse 也都会去相对比较不同地区的价位 或者不同地区的townhouse的形 比如你看到Richmond 同样的东西可能30年扭龄的东西可能已经是卖到百三百四万了 全新不用说了 150万至160万 去到Burnaby 就是很少townhouse的offering 除非你去到Burkulam一带 which是stack的townhome 要么你就肯去再远一点 去到Langley和Surie 都说要100万头一间的 所以来到Coculum 你100万头的地段已经是贵一点了 还有你150-60万是一个2000多尺全新的townhouse 所以也不难怪这么多人涌出来了 好了 这个楼盘已经陆续开卖了 如果想写offer拿回个单位 记得联络我们JM 多谢收看 如果是温哥话记得CLSS comment,like,subscribe和share 下午见 拜拜 拜拜